在佛学它有的是建立在苏识的基础上的 比如你苏识修行过 那这一次可能来 它是可能你就会看经典 经典一看就能懂 就是它是建立在苏识有些东西没漏 没漏实没遗忘 但是你定力还是从正式练 定力一定要从正式练的 不管你苏识多巧也会来了 有时候就达不到了 但是承受率还是不一样 比如说你苏识修行过我没有 那么这一期来了 同样一件事情你就无所谓 我就有所 我就没定力嘛 我的一点点小事风吹吵都 我就觉得受不了了 哈哈怎么这样子 我有点觉受也很在乎 但你就说不就是一件事情吗 你这个何必在意呢 就是它就有定力 但是它那对定力可能是贴身的 我们就说它可能是性格 心怀大 肚料大 其实它是贴身的 有些定力 就是前世的 就来自于前世 生生世世来过来的 成熟力 还有有些 比如前世 你有些人是大动物 比如老虎啊 像啊 豹子啊 人家本身成熟力就大 他心力强 他来了以后呢 他那个心力就很少波动 要多动一下你就完了 但是他一般他就不动身上了 就容易带定 就像我们一般的小兔子 小猫这些来了 就可能就啊 一肚子跑到就翘起来了 它成熟力 人的成熟力 真的不一样 如果修行的话 就是修定力 而且定力能开启智慧 就是打开你的视角 眼光 眼光看得远了 视角都宽了 那么野切这些事就不在乎了 就越来越豁达 越来越活得洒脱 就不计较了 觉得得得实实这些东西 迟早的时候 而且尤其你透过电影 能看到因果里边 很多东西 也不是我们无缘无故发生的 好多是可能就是有缘缘的 那么你也就不生气了 你看不见这些因果 温温温温温温就觉得 心里不舒服嘛 你就会慢慢慢慢自己去领悟 自己去领悟这些东西 主要是这个 就是这个 理念之大 但是呢 因为你没有工夫嘛 做不到 做不到 第二个就会成长疑惑嘛 就是一遇到事情就迷进去了 迷进去了 那个理论是没用的 没用的 就马上忘了 忘了 你老师在讲 就算想起来 理论是理论的那个事情 就是做弱的 到了这个实际事情的时候呢 所以你看佛学的经典 每句话都是 所有的他的弟子 听外叫 信受奉行 假一个行是一定要行的 先相信佛说的是对的 我接受 然后我把它做回我 分行为我这一生的 生活的一个方向的目标 就是说 生活的一个指导师 想指责 然后我去做 不是这样的 你光听有啥用的 是 关键是 就碰到事情的时候 你很难自己 很难难定 就是这个最难的 所以就说要怎么去指导 碰到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 找吧 什么时候 福房 碰到九十一万 是 是 佛说四大结果都是空的 你本来是空的 也没有一个你在那承受 所以你不需要有得失感 但是你就是得失感 很强 就是恐惧嘛 怕失去嘛 得了怕失 就是失去了痛苦 那你坐在这 就像 到开始修学 都是这样 佛说了 我不应该有 这种觉寿 佛说了 我不应该有 这种得失感 我自我是虚化的 我怎么就这么难受呢 就不停地这样说嘛 就是 这叫承受嘛 看是总是忍受了嘛 这样就是 就是用佛的思想 你就放在这 心里不停地念叨 那我现在是错的 就是说 我如果有这种得失感 我有这种觉寿 我这种坏的话 是这种恐惧 这种觉寿是虚幻的 但是我现在在承受 就是这些承受 因为我 就是没有迫使觉寿嘛 寿也空 但是我现在空不掉嘛 因为自我没空掉 在我能源系统里面 自我还不空 那但是现在 我是一个很有局限性的 眼光很短写的人 那在人道 我还在承受 承受轮回业力 带给我的东西 就这样子想 这叫正直戒 就是说 你最起码是用佛的直戒 来指导你目前的这种恐难 那么你这种恐难 那就有一天可以解脱 如果你越小越说 哎呀我多苦啊 然后采取了抱怨 说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你看他奶奶的 就是他搞的我 怎么我这么痛苦啊 而且他 他背叛了我 我负了我等等 你越这样想 这就是人道的思想 你一次 两次三次 你就是 遇上十次 你也解脱不了 越来越就陷进去 但是如果第一次 你又佛的直戒 你知道 但是第一次 还是该愤怒愤怒 该患得患死 还是难受 还是苦 还是觉得不舒服 凶梦凄净 哎呀小 烦死了呀 就是 恨不得就咬你一口 这是 但是第二次 第三次 一次一次 三次之后 我说慢慢的 哎突然有一天 你就坐在这儿 觉得 为什么他今天 他这样对我 我没感觉了呢 同样的事情啊 就是 随着时间退 你就解脱了 不知不觉的 真的是 不知不觉 你就行程了 但是一开始 是人辱的 人受的 很多事情都是 因为你有觉受嘛 你明知道 理路少是对的 但别人说你 你还是心里 很痛苦 很难受 但是 你一次一次一次 这样子 你只要不动 如如不动 按住在佛的直戒上 就承受 受受 随着时间退 这就叫菩萨道 哎呀三次四次 五次六次 突然有一天 你坐在这儿 所有的人 不管他怎么对你 你都不在乎 不是说 不是说你不懂得 他在说什么 不懂得 所以 但是你那一块 这一块 就快是空掉了 因为 你觉得你是无我的 好像他不是在对你说 骂你也不是骂你 说你也不是说你 你会觉得 他也这样做不对啊 你真的不对 你不应该这样做 但是你这块 没东西 放下来 你能放下 你能瞬间放下 就因为你这空了 就没有挂的东西 往哪挂 就挂不上 还和谈放下 是吧 你无我了吗 就是这样 就这样 那就直接不断地不断地修 就是佛的支界啊 就知道你的每一个 每一件事 每一件事 你才能出了人道 但是我们的愤怒呀 我们的不平啊 很多东西 在人道是对的 不能说他是错的 就是说 人是有感情的 是吧 他欺负你 他欺负你 你还能不反啊 你还能不愤怒 这是对的 但是你要是成佛啊 你就要出人道啊 你要知道 你成佛是连 敲出人道 所以人的东西 也变得不对 人也不是真理 但是你在人道做 有些东西 是爱人道的游戏为止 但是成佛 如果你坐在坐地上 休息 你就能不能 把人道的东西 倒成真 就是一场 梦有一场游戏 你就是在游戏里边 叫真啊 本来就是游戏嘛 你扮演了那个角色 他扮演了那个角色 而且我们是一体的 一个人觉得自己越真实 如果觉得自己越真实 其实他的接受越强烈 所以佛一开始休息 他就让你迫自我 他说你是虚幻的 他说你这个人是虚幻的 四大皆空 身的意识都是虚幻的 身体是四大嘛 但是你在界地上要知道 你这个自我也罢 个性也罢 你不是说让你没有个性 你也可以活得很有个性 你也可以很自我 你也可以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你在界地上知道 你是无我的 就是说你只是 实现了这样一个独特的像 就像一个演戏 你扮演了这样一个 很有个性的角色 是吧 你主要在电影里边 也想演个好人吧 在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就没有 不知道这是演员 自己就是一个真实的我 在较劲嘛 在送嘛 对 你看电影里边很多有演员 那真的是抓的 但你为什么不学习他们那样呢 你可以那样演 但是你的心肯跳出来 你始终就是很冷静的旁观 所以你在电影里边 假如你演戏 你失去的东西 你认为那是个假的 对对对 那本来是呢 你说在这野心里边 你伴演有个半年 你老婆的 老婆跑了 那你也是假的 那是个假老婆 假跑了 也不是你老婆 但是你生活里 你老婆痛就行了 那你觉得是真老婆 为什么 就是真假的 不假 实际上这个也是个假的 其实真的 又是个假有 你得到过吗 是吧 在这个世界上 谁得到过谁 你真的拥有过谁 你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是谁 你拥有谁呢 包括孩子都是 人家是完整的一个生意 是吧 只是精神跟你有缘 聚在一起而已 说归说 就是 真的事来了 一段就怎么忘记了 一次做不到 两次 两次做不到 三次 你要想成佛 一定要这样做 就是哪怕你在外边演戏 回到禅堂 你就真实的做你自己 做完整的做自己 好好做 因为禅堂里边 没有太多利益冲突 到时候才能 就很简单嘛 因为你又不做生意 也不用去打广告 反正你没钱迟了做 坐在坐垫上 你没人骗你 你反正不说话 不看 是吧 就更容易 做人就更真实 你可以把所有的面具啊 所有的负担都摘下来 放在坐垫下边 然后自己做完整 做自己嘛 就更真实一点嘛 就更真实一点嘛 在到这里 但这样 通过这样修修修 有一些你在红尺里边 就 那发挥做定力呢 发挥作用的时候 这是有点效果 有点效果 就是说有功夫了 嗯 佛学定力不是根本 就是它的目标 不是说让你列定力 但是没有定力 应该是 就是说理路上的东西 是建立在定力之上的 但是很多定力不是在坐垫上列出 在生活里列出 就是要就是 互相出去的应该是吗 对互相出去 互相的就是说 在坐垫上列一部分 生活里磨一部分 对 你生活上你要去 你能吸气欲吗 一定在生活里磨 你一定要有个互动 你在坐垫上没人碰你了 你还都觉得你是个菩萨 还臣服了呢 一睁眼 然后就骂一句 你就跳起来 是吧 你就知道 哦不行不行 我还是 和这休息之间要一个互动 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很难的 嗯 经常我也要反省 经常白省忏悔 然后去修 不断了这样 怎么办 你这个事情 你这个事情 不想咱们 去不想咱们 去不想咱们 你这个事情 然后就去不想咱们 去不想咱们 感谢观看